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一个女人在聚会上看到心仪的男士 于是会千方百计坐在她旁边 尽量展示出自己的温柔 会对她额外关注 想和她联系起来 最好能得到她的电话号码 这也是欲望 所以 感情其实就是欲望 一顾想要对方的冲动 一 调情的重要性 那么 感情的情和欲望有什么关系呢 其实 在一对男女认识初期 欲望是非常强烈的 但随着交往或者结婚时间的增加 欲望会是线下化 所以感情也变得越来越淡了 既然先天是这样的 那我们就可以人为制造欲望 让欲望处于一个很难衰减的状态 想要人为制造欲望 就得学会调情 会利用情字的人 就是会调情的人 说到这可能会有人立马想说了 哎呀 我会调情啊 要是不会 我怎么能把男友聊到手呢 你可能没注意到 你当初能把他聊到手 并不一定是你很会调情 而是你见了东风 让调情变得简单了而已 比如刚认识的时候 你对他眨个眼睛 他都迷得不要不要的 你现在对他眨个试试 他可能会说 你是不是眼睛有毛病啊 一直在眨什么 你看 同样一件事 在不同时期做 会得到不同的结果 而认识很久之后的调情方法 才是你调情实力的体系 如果这时候你聊不动他 聊不到他 那么说明你的调情功率 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二 调情方法 既然调情那么重要 那么我们应该怎么调情呢 一 放松心态 正确看待调情 在我们的习惯和印象中 调情一直不是个保一词 有态度不严肃 挑逗 轻浮 甚至作风浮化的意味 在文学作品中 常常与一些不健康 和有被道德标准的故事 境界联系在一起 如果连你自己都觉得不自在 那在别人眼里 更性感不起来 比如你喜欢每天穿性感内衣 并且乐在其中 这样的你便是性感的 才不必为了取悦一个男人 而选择穿上性感内衣 扭扭捏捏走出卧室 摆着僵硬的跑字对她说 看 这是我专门为你穿的 与其去迎合取悦男人 不如释放自己独有的性感 与魅力征服她 只有学会接受自己 有勇气做自己的女人 才是性感的 你可以闭上眼睛感受一下 魅力的身体 如水的眼睛 温柔的嘴唇和丰满的情感 这些都是女人为的基本要素 其实性感的人不一定都是美女 但只要知道自己身体 哪个部位最美的女人 才能性感站在镜子面前 享受自己 眼睛和耳朵 锁骨和腰部 也许头发和手指 我们最喜欢的地方 是对我们的身体最大的信心 当我们把感情 清楚到这些部位时 性感是自发的 不是有益的 如果没有美丽的身体 我们可以练习温和的动作 如水般的眼睛 二 调情力 对于女人而言 女人的性感度和调情力 是唇齿相依的一种关系 调情是性感的对手系 女人某某是通过展示性感的调情 也因为调情更加性感迷人 对于男人而言 调情是展现自己的自信和魅力 勇猛和智慧 捕获女人方心的最佳方式 如果有人说你善于调情 你可能会有点不快 但如果说你有情调 你就会眉飞色舞 其实 情调是名词 调情是动词 我们调情 调的正是情调 比如 当我们在街边看到 独特气质的一个女生被搭讪 彼此间话中有话时 总会在心里感叹 多有情调 或者是看到一个穿着校服 有些比较的男高中生 向女生吹口哨打招呼 同时女生也可以回忆 具意味深长的汉 实际上 调情已经成了亲和力 率直 开朗 幽默 剔躺 杂脱 和有艺术气息的代名词 三 性吸引力 不等于重视肉体呈现的性暗示 性感打扮挑一个重点就够了 路上不路下 已经低胸了 下面就穿个长裙 上衣蕾丝 学访 紧身 太女性化的 就用牛仔裤 阔腿裤 马丁学中和一下 一个造型 一个重心 能让人一眼注意到 你最想展现的部位 也足够得体大方 调情不是简单的说笑 不是没完没了的奉承话 下流的双关语 猥胁要求和姐妹弄眼 更不是用黄色粗粗的话语 去刺激对方 调情 不是调戏 更不是性骚扰 而是性吸引力 可能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觉得 调什么琴 长得好看才是王道 其实不然 好看和调情没有关系 好看只会让你好看 但调情是两个人一起跳一只汤狗 没有设定的舞步 没有台本 没有唱词 全靠彼此的眼神和肢体 试探和默契 暗示与会议 在一进一退之间 完成一曲又一曲 一个旋转再一个旋转 这其中 看似比武他武 实则轻周以过半重申 而高手们之间的对决 更是一眼便是万念 四 斗着玩 在调情中有一种基本的行为 就是斗着玩或者嘲笑对方 其实两性关系很大程度上 是一种游戏 而对于挑战感 是一个基本的要素 如果你上来就来我 五百亿拳打死大boss 恐怕这个游戏 你也很难玩下去 在知乎上有个帖子 是关于如何回答 女友提出的一些难题 例如 我和前女友谁更漂亮 关于这个问题 有些人会老老实实回答 到底谁漂亮 也有人会说诸如 当然是你漂亮了宝贝 其实这个问题 女方很多时候也就是斗着玩 给出了一个挑战 从调情的角度 更好的策略是反过来 给对方树立一个挑战 逗逗对方看怎么回答 例如 下一人更漂亮 好人们经常吃好人卡 一大问题就是太老实 按部就班循规蹈矩 很难给对方形成挑战 与反挑战的游戏 恋爱这件事情 基调应该是轻松愉快的 大家经常互相斗着玩 这样的关系才有趣 我想说 有的人觉得感情是不需要经营的 只要喜欢就够了 真的错了 五 兴奋点 你可以让自己变成一个小妖精 去更多了解男性的心理 这会让对方欲罢不能地离不开你 传统女性的最大痛苦 就是不会表达自己真正的想法 总是活在别人的评论里 总是把性感跟时尚杂志里 电视屏幕里的所谓名模身材挂钩 看自己觉得哪都不好 性感也是可以学习的 而以上帮助大家调情 感情好的经营技巧和方法 能让你们感情继续保持在一个良好状态 甚至是让你们感情更进一步的有效方法 愿你幸福 文章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觉得文章还不错的话 欢迎把文章分享出去 您的每一次点赞和转发 都是我们进步的动力 时间很大 让我们在听书阁一起成长 另外听书阁现在开设了一个新栏目 听见您的声音 栏目会在每周三晚上八点 和大家分享一些听众的情感困惑 大家可以在视频下方 发表您的看法和建议 林严希望大家都能怀着最大的善意 发表言论 如果您想和大家分享您的情感问题 可以发送到我们的邮箱 预设我们可以将您的来信 制作成视频 请放心 我们会对您的个人信息 尽情保密 如果我们采用了您的故事 会在发布的时候回复您 您可以查看大家的评论和建议 世界会因善良而变得更加美好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